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特上最新消息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我们继续在每周二周四中午的1点15分到1点45分 继续跨境麻辣他阿美天天看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话题呢 是跟物流有关,又跟这个流量有关 还有跟一个我曾经工作过生活过两年的地方有关 那第一个话题呢,其实是有关于海外仓 在前阵子在8月7号 我在深圳的一场这个独立战大会出现了 很迅速的出现就躲起来了 那现场我们有朋友只看到了我的背影 看到红色的背影 那天呢,我碰到了好几个做物流的朋友 我也碰到一些卖家 那我都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说 对物流服务商我肯定问 哎,你们今年怎么样啊 因为其实在物流服务商今年是其实挺强势的 那包括我们前阵子做的一些内容 包括我们前阵子做的一些很多的 我们在分析,请了嘉宾他们都提到一点 就是今年的整个物流商呢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对,整整体的形式还是挺不错的 那虽然说整体的这个运营整个物流成本 运营成本会相比以前的会高一点 但总体来说整体的我们这个无论是物流还是卖家 绝大部分都在涨 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他们都问到一个问题的海外仓 他们都问我海外仓 我是怎么看 大家都知道我们前阵子刚刚跟这个德国的这个 这个叫 这个叫什么 许斌 对我们刚刚跟这个德国的这个 许斌刚刚做了一个关于他们在德国汉堡去增加这个海外仓的一个布点 那就在8月14号呢我们看到这个商务部提到一个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这包括怎么样去支持中国跨境出国电商的一个发展 那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说 提到说要去支持中国跨境出国电商 尤其是海外仓 要引入更多的资金 他在像基金去支持我们中国跨境电商海外仓的发展 那包括更多的像这个跨境贸易 就是我们所说的97109810的这种方式 那这个事情发布以后呢我们看到朋友圈有不同给的一个意见 正面意见呢没有太多讲 反而是不同的声音的挺多的 大概不同声音就是说有一天这个 你这个像这个股市啊对股市的大妈啊股市大妈都去炒股的时候 大妈都去买黄金的时候说明这个态势已经非常严重了 那有人说是不是说现在整个海外仓其实是非常糟糕 那不得不通过这种政策来鼓励去做呢 我认为这个是是对又不对 对的原因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行业 其实在海外仓这个事情上它有它的钢取载 因为无论是亚马逊也好还是eBay也好 整体的平台对于这个仓储物流的要求 会比在疫情之前更苛刻 那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尾程的资源所不满足不充分 自然而然的这个整体的平台为了保证这个用户的一个体验体感 同时呢也是错通过这个时候呢 趁机去淘汰一些不太适合平台整体未来发展战略的一些商家 这是不用太多次去说有什么意见的 那所以呢当平台挤出这种这种需求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第三方的这种服务商都会参与参与到这海外仓里面去 那包括今天下午呢就是在这个8月14号下午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一些物理商朋友呢来到我们这个办公室跟我们聊到 聊到说他们对于这个跨离电商海外仓的一些看法 我倒是挺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就是说 当一个事情已经疯狂到所有人都去做海外仓的时候 那他们可能会反而静而远之 因为在这个海外仓设计的东西还挺多的 因为目前绝大部分其实就是在解决一个被平台 或者说被一些比较成熟的相对在行业比较久的 在第三方海外仓被挤出来以后呢 就大部分的人需要去把标把货退出来再重新换标 然后排队再进舱 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这个中转的 或者还是排队进舱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这样的事情 到底海外仓它目前在2020年对于这个卖家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那因为我曾经呢是一个美国海外仓的一个中国的总经理 虽然我没有去做更多的在细节上的东西 但是其实什么产品逻辑还是比较了解的 目前海外仓来说对于这个跨界电商卖家 其实就解决一个首先平台 平台的这个官方的或者是他平台指定的服务商 其实他已经买负荷超负荷了 那包括这个服务商本身也趁机去过滤提订他的客户 这个是必然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看到了这个挤出来第三方的服务商里面海外仓 其实更多是像平常我们去做一些什么推广标啊 像一些这种分波啊中转啊这样的之类 那再强一点的海外仓它可能还会分销 对吧像我们之前推荐的一些朋友在美国的 包括现在在欧洲的一些海外仓 他也会去做一些线下的分销 就包括你做一些b2b的这些产品 他也可以去帮你做一些分波分销的这些功能 那是不是这个就是所有海外仓的一个功能呢 或者说这个就是海外仓对他来说就是只要有人去干张国内να国咋活 然后还有这个足够大仓库 足够大仓库啊 足够大的这个DPOP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了 嗯 我对这个观点有一定保留 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内容 是绝大部分做海外仓的人是有意无意的去忽略 而如果有他有意的把放大的就是这个尾程派送的这个卡车 就是当你的这个UPS 或者是FedEx这些 他排不上号接不上货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卡车 把货从你的仓库 拉到这个平台仓库里去 或者说你在做平台 B2B分销 或者说你自己做B2B分销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卡车 派送去进行分拨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如果说一键待发 是不是可以去拉到一些其他的 没有那么满负荷的 这种分拨点去进行再一个合作 今天的我们跟一个物流服务商 聊到一个事情 他讲到一句话 我也挺认同的 就是作为物流服务商 对今年是相对强势的一点点 但是物流服务商赚钱 是因为卖家赚了更多的钱 但是作为物流服务商来说 其实做的两三百万的这个营业额 包括涨期啊 包括运营资金巴拉巴拉的 可能做这个三 还要去压这个差不多五六七百 甚至上千万的资金在里面去 而在整一个的物流里面 他们非常认同一个观点是 如果这个产品或这个服务 我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应对措施 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 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讲Plan B 对吧 大家会讲到Plan B 甚至Plan C Plan D 都要有 就是快速切换不同的渠道的这个能力 那对于这个物流服务商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而对于卖家来说 无论我是只限制作平台 还是我现在也在做欧洲的或者美国的独立战 还是说我现在不仅仅我是做一个平台型的B2C卖家 我本身也是个B2B商家 我还可以去做小批量的去分去批发的时候 其实对于平台来说 它在尾程卡派这个资源 对于现在海外仓的公司来说 就是一个更加的加分 而且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 一旦疫情再度啊 这个爆炸爆炸性的复发的时候 那对于这个拥有这种卡车派送的这个海外仓来说 它自然而然就抢到很强的这个机会了 那又回到一开始的话题了 就是商务部提倡这种基金去扶持海外仓的发展 其中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了 整个海外仓在未来的发展 它所承载的这种责任能力 其实不仅仅是靠一两个留学生 一两个华人 做一个小仓库就能完成的 而更多需要更加规范的中央仓的 或者说更强的拥有硬件软件 还有多渠道并行风险管控的这个海外仓 那对于中国的卖家来说 这种的海外仓能够满足我平台独立站 B2B分销 还有我像推广货 还有就是在一旦平台那边出现风吹草动的时候 我还不至于所有人就眼巴巴的看到货 在那边排队送过去拉回来 送过去拉回来 那像这种情况 其实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 在不同的平台里都看到过 这有当地的这个仓库的 就有政策呀 罢工啊 甚至说一些疫情的影响 所以对于我们卖家来说 如果要选择一个海外仓 除了那些自己再去做这个调整的这些海外仓以外 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 我们应该更加的考虑 他在旺季的时候 对于这种应急措施的一个准备 那这个是呢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第一个话题 最后提到一点点 就是纯粹是其外 因为公共海外仓这个事情 或者说政府引导这个海外仓投资事情 其实谈了好多年了 从目前来看图下潮吧 政策 扶持政策 其实并没有落到最核心的人身上去 那这里边呢 有很多在在行政上面的 这个是申报上面的东西问题 因为有些海外仓它本身就是相对的说不是特别会饭 或者有些海外仓其实就是大瓶大瓢子 它一片烂楼子 一个烂棚子 就是说这个是公共海外仓 什么时候地方海外仓 找几个人拍这些照片 找几个老外来装模作样稿 那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半年 甚至在2021年 我们中国跨境出口电商能得到的这些支持 其实是从上而下的这个支持 那包括在目的国市场 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些实在的 而不是一些形而上的晃动性 因为我看了很多所谓的公共海外仓 抱歉 都是 不让我说都是吧 有大多都是很有问题的 至于什么问题 我们就不在视频里讲了 各案各题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个问题